Hello 大家好 莎姐 其實我今天錄了昨天那段影片 其實有幾個網友發現我昨天那段影片沒有聲音 於是我再看一看 如果我的攝影機再這麼麻煩 可能我也會換個布 因為它都用了很多年 所以當然莎姐是花心 我承認我花心 因為昨天真的很慘 錄了四十幾五十分鐘 你告訴我沒有聲音 然後浪費老子感情 所以就刪掉了 今天再拍一次 其實昨天那段影片 我就是想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我今天聽馬遲 她說河馬 就說真的 有人投訴 不知道是否影視處 還是那邊 就出手做事 真的 真是老實說 莎姐不用拿個挪甲 都 講中了 如果大家有看莎姐的影片 其實是早 我記得是早 一兩條影片 就說過這件事 應該要投訴 應該要怎樣怎樣 真的有人做了 總之 莎姐就告訴別人 我懂得算命 我懂得什麼呢 又給莎姐 其實這些事情 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幸好就是我出了聲 如果不是別人 就會覺得我馬後跑 所以 當然開心 又被我說中了 其實我自己昨天那段影片 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 哪些東西 在上面 就是圖 拼買 是比較推介 大家知道 我不接廣告 也沒有本事 不會告訴大家 我買哪一隻 但我所謂的 值得推介的意思 是哪一類型的物品 是比較推介 說實話 如果你有錢 基本上 都不會看莎姐 大家知道 莎姐 很貼 那些東西 基本上毫無幻想 當然 因為真的 我自己覺得 香港經濟真的差了 這個是會事實 當然 我經常都覺得有危有機 現在大環境是差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香港來講 很多政策都是 退後了 因為他們走的那些 是走英國式那些 等事件發生了 然後你再去檢討 然後再去做 其實很多事情都慢了 那你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經常都說 中美博弈 將會 美元就快結束 又說 沙特那邊 又跟美元 不再 社會協議 不再簽 這些 雖然都沒有證實 但其實我們 是否可以拿這個機會呢 因為 很明顯 現在就是 美元 不是說 美元的匯率 弱小 是美元 給人要用的 感覺 給人要用的機會 是越來越小 人民幣 將會 是一個避風港 比起美元 歐元 日元 人民幣 的避險能力 是更加高 不是說 避什麼避險 是因為 人們會覺得 我就算 拿多一點 人民幣 放在國家 都沒有壞 因為 我們有很多貨 要在中國那邊買 所以就算 我真的 買多一點 放在倉上 放在國家的庫房 也沒有 但是 我們香港 作為人民幣結算的 一個重要的點 其實 我們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 這個就是要 更加 向前看 但是 我們香港 很多時候 永遠都是 後知後覺 不做不覺的 那些 所以 這個是真的 令到 香港變了 我明明可以賺到那塊錢 也賺不到 所以 現在經濟是差了 這個是事實 經濟差了 當然要省些錢 我發覺 我平均 如果 多東西買的時候 基本上 一個星期 會有一次送貨 送貨 來到我家 就是一個星期一次 如果 那陣子 小東西買 小東西要換 基本上 就一個月 一兩次 為何會買得 這麼頻密 所以 這些就是我 推薦給大家 有哪些東西 在上面買 是可以 省得多 錢 以及質量 都相對有保證 第一個 抽濕袋 就是抽濕系列 你抽濕袋 也好 抽濕袋 抽濕袋 也好 有些放在衣服上 抽濕袋 也好 其實我都覺得 是值得買的 原因就是便宜 真的便宜 我自己 一個這麼大袋的抽濕袋 上面就是抽濕豬 下面就是裝水 那些 230克 是說 三個多人仔 一袋 三個多人仔 如果我看回香港 香港日麥城那裏 同樣的尺寸 是說二十多元 有時候減價不用二十元 你的價錢是欠幾倍 我是有運費 我運下來 都是說五六元港幣 你和二十元人 二十元港幣 你是欠了幾倍 更何況香港這麼潮濕 我夏天 我現在整間屋 是放了十個這些袋 但我家屋不是大 我家屋是很小 我現在電腦的Hard disk 上面都有兩個 老實說 我電腦很重要 大家知道我上次死了一部電腦 多貴 然後 一部電腦更貴 一部冷氣機 你問我 死電腦還是死冷氣機 我當然想死冷氣機 如果是二選一 我寧願死冷氣機 因為我死了冷氣機 買回來 我最多那幾天去酒店住住 我們青衣那間附近那間酒店 大概 不是旺季的時候 都是八零二百元 一碼 我最多去酒店住住 但問題是 我的電腦死了 我裡面有很多資料 到時不是他死 是我情願餓死給他看 所以很關注他 他自己就有獨立兩個抽濕袋 你如果問 除了價錢之外 有什麼注意呢 先說幾件事 第一就是外觀上的注意 一定要選擇 這隻 這隻是有勾的那隻 一定要選這隻 如果你說有這些 這隻 千萬不要賣 為什麼呢 因為 你不是說內地貨 香港貨都是這樣 第一 有時候 不能賣進去 第二 就算你能賣進去 都很快會彈出來 所以這隻 這樣賣進去 不要買 很多時候都中伏 不是抽濕袋中伏 是這個 這個中伏 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貨都是這樣 香港貨我自己買 大概是 三分一四分一機會 是中伏的 所以其實中伏的機會都大 所以我每次都是買這隻 因為我現在買大 那個尺寸 這個抽濕袋 全部都是這隻 所以我現在是這樣 你說 我怎麼知道 抽濕功能好不好呢 我自己告訴你 真的不要相信其他人 其實這個 他告訴你 抽濕功能有多好 能夠抽到多少那些 除了抽濕機之外 你可以相信 因為有實驗室做 但問題是抽濕袋 你是做不到的 原因 他不會為了一個幾元的抽濕袋 和你送去化學實驗室 去做 濕度多少之下 可以抽到多少 速度多少 他不會做這些 那 怎知道有沒有效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平時中國人很喜歡摺衣服 如果你在今天這麼濕的 濕熱的環境下 你的衣服是否 即使你當初控得很乾 然後摺好 但你到時這麼濕 你依然摸上去會黏的 如果你試試放抽濕袋在附近 那些衣服應該不會黏的 那麼抽濕機呢 其實跟這些有分別 抽濕機是大範圍的 但對於衣服 這些這麼細範圍 那些這麼仔細的物品 他真的做不到功能 那些抽濕袋 就可以在這些衣服 或者像我電腦附近 這些這麼細緻的地方是做到的 那你說耐不耐用呢 剛才那個就是功能 如果你發覺那些衣服都是黏的 那你這個抽濕袋這個牌子 就真的不太行 那我現在用開的 就叫做魯麥加的 魯麥加的 不是說這隻特別好 是這隻我覺得用開 可能有些比他更好 這隻一直用開都不錯 所以繼續用 因為我試過買了其他 三個多隻 就是230克 230克 是計算防潮珠 那些是否叫防潮珠 即是一粒粒白色的 即是防潮珠的重量 因為有些說230克 買回來的尺寸這麼小 原來230克不是防潮珠的重量 是你裝水的重量 那你就完全是兩碼子試的 因為你230克的水 或者裝到230ml的水 和你230克的防潮珠 是兩碼子試來的 所以我自己通常就覺得 買開了就不再試其他 因為發覺有時候 有些其他古古怪怪的 那就免得了 還有有些味道 未必是你想要的 因為有些古古怪怪 會有其他香味 我之前試過買那隻 好像什麼白色香 其實白色香是多香 不過它很厲害的味道 會令我太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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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之後我現在都少試其他新的 覺得可以就算了 當然大家要買的時候 要看它那個 真的防潮珠的重量是多少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還有抽濕效能 其實你是做不到比較 因為你每一天的濕度不同 抽濕效能是不同 所以不是抽濕效能 你每一天的濕度不同 你不能說可以用到多久 你不能說用到多久 好像我現在這些時候 我大概一個星期就換了 十包都是這樣說 但是它除了某些位置不用換之外 大部分 十包之中有七包 一個星期就要換了 但是如果是秋天冬天的時候 我一包可以放差不多三四個星期 整個月都有機會不用換 所以你問我可以用到多久 一包根本上你是不能比較 會不會香港貨好一點 這些不能比較 因為你放的時候濕度不同 尤其是如果好像我這兩代 放在電腦上面那兩代 喂 有兩代一起同時開 那你當然是用得慢一點 所以我覺得好用就算了 那些東西沒有壞就算了 還有就算你香港的 可能真的漂亮點又如何 那你漂亮點之外 我所謂就算它的東西漂亮點 你都不可能會等於別人的四倍 所以我又覺得是值得買的 即是防潮這一部分是值得買的 那些什麼防潮盒那些都便宜的 我記得防潮盒為起來十元左右 十元人仔左右 不知道九個多還是十元人仔左右 那比起香港要三四十元 二三十元 那是相差很遠的價錢 那這個我第一個推薦 那第二個呢 就是私人的 那你就可以想一想你有沒有需要 如果有鼻敏感的 那我覺得洗鼻那些是內地那些可以試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鼻敏感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洗鼻 那我自己的 那我自己的 在香港用開 其實只有 香港有洗鼻那些 那些 鹽水洗鼻那些 那些 其實在萬寧那些 那些大概就是 一百ml 就百二元 我由他七十元 一百ml 七十元用到現在 百二元 很貴啊 一百ml 八二元 即是你平均每一個ml 過兒 很貴 那我現在買那個呢 就是大概 六十ml 圍起來平均都是 十五至二十元 六十ml 十五至二十元 那就是說 就算我多一倍變成八二元 都是四十元人仔而已 運下來都是四十多元的 因為這些東西輕的嘛 四十多元港幣 和你八二元港幣 你是差很遠 那效果怎樣呢 我覺得是 完全是一樣的 那當然啦 你問的 那當然是法國貨好一點 但是 其實你也是那個生理鹽水而已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那當然它的設計 是你習不習慣 因為它的噴出來 是有些是內地就有分的 比較武器重一點的 就是比較 好像小朋友就會武器重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大的粒子 有些就噴得厲害一點的 因為我用了香港的 用了這麼多年 去法國製的 用了這麼多年 習慣了那個模式 所以現在那個 噴的模式還沒有習慣 就是噴的模式還沒有習慣 就是那個水量 還沒有習慣 但是 其實那個效果是一樣的 都是洗乾淨的 所以價錢差很遠 但是如果你要買這個 你就一定要買 它會有些證書拿出來 不是說它的廠的證書 是會有的 它會給到一個國家的 類似是醫學規格的那個 Number給你 那這些你才好買 但是當然 如果你沒有這些 其實可能是天貓衣 或者是淘汰那些 已經封了你都不奇怪了 這個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是 值得買的 真的省不少錢 在這方面省不少錢 因為我記得以前買的那些 我每一個工作地點 我都要放一支 連著家裡 即是說 如果我現在有兩個工作地點 連著家裡 我同時間是開三支 你還要放一兩支 在家裡做事兵 萬一用完 你不需要馬上 不知在哪裏買 同時間是花三百多四百元 但是我那次買了六支 我用了兩三個月 因為我每一個地方都放一支 大家知道我現在有幾個地方上班 都用了三個月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買來玩的 因為是粗用的 真的需要用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棉製品 無論是衣服 無論是床單 無論是被子 我還需要買籃枕 大哥籃枕很貴 以前是旺季99元 現在減了價也要149 我在淘寶買籃枕 都是說70元人仔 我買那隻已經是叫貴的 70元人仔已經是叫貴的 還有些什麼被子 夏天被子 四五十元人仔有交易 但是香港要成299 399 其實都是Made in China 這個 建議大家看切磋的成份 選擇一些大一點的牌子 怎樣可以選擇 我初來報到 我怎樣知道 那間店能不能相信 你可以看 這方面那些平台是做得不錯的 通常那件物品下面 就會告訴你 有多少人給了錢買了 然後就說 有多少人是回購的 買完之後再回來回購的 你也可以看看 如果 他也會有些評價 如果他的評價去到二、三千 而他的評價全部都是正面的 那你就可以有信心很多 那這些就是 小小的提示 即是 交了多少智商費 交了多少學費 得到你的提示 所以 這些大家可以看一看 還有看他的質料 因為他有些是叫蓉的 蓉就是無神神的那些 有些是真的綿的 如果像我這種皮膚敏感 你再看看 他的成份是否綿 這樣會好一點 有些他寫得很清楚 有些是綿線 有些是100%綿 有些就不知道什麼什麼 你自己就要看回 另外 另外再有的推薦就是一些 小配件 包括充電簿 藍牙耳機 充電線 這一系列的手機配件 這個是值得買很多的 如果好像說我買一個 藍牙耳機在香港 就算便宜也要一百二十幾元 但是 在外地 除了款式 多之外 多不勝數 還有價錢也是便宜 你買一個百多元的藍牙耳機 你會有質量嗎 沒有的 是聽到話 聽到歌就算了 如果你說真的要質量好的 那你幾十元就做不到 你香港 如果你要質量好的藍牙耳機 都差不多 我看有些都一千二百幾 都有 所以就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你是便宜的 那這些幾十元 藍牙耳機 真的已經是不錯了 那些充電線 充電寶 那些充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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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越來越好的 以前充電寶 現在充電寶 現在充電寶 已經包了幾條線 那你無論是用蘋果機 Android機 Type-C那些 或者其他 全部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 那些線在那裡 你隨時都可以 你只要有一個充電寶 你就可以充電寶 充電寶 充電手機 什麼都可以 那這個我也覺得 在內地這些平台買 是值得買很多 便宜很多 香港一個充電寶 沒什麼款 都要成二百幾元 同一個 其實有些 我是發覺 我在淘寶都買到 它是賣一百幾二百元 兩萬MF 即兩萬MF 即兩萬MF APM 它是賣二百幾元 但我買都是幾十元 幾十元 所以這個價錢是差得遠的 當然這些尿袋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所以我覺得 可以買 尤其是一些 叫手機殼 那些 便宜得很厲害 十幾元都有交易 沒有什麼必要 要特意在香港買 因為都是 香港款式不夠多 還有貴 因為香港一個手機殼 都五六十元 最少 但是在上面 可能幾元都有 十幾元都有 所以可以 另外就是 紙的 家用紙品 即是 刺紙 面紙 濕紙巾 袋裝紙巾 其實我很推薦買的 我經常都囤貨 我上次囤了很多 現在都還未用完 好像說 這些 質量當然沒有T字頭那些那麼漂亮 有牌子T字頭那些 但是 抹一下嘴 抹一下鼻涕 有時候看看 如果我鼻敏發作 有時候都未必會用它 但是抹一下嘴 抹一下手 這些是沒問題的 它圍起來 一包 我們未有時候去 萬記 6元有12包 它圍起來 6元可能有幾十包 這些很便宜 另外就是 一些這些刺紙 我用到這樣的 人家沒有那麼壞 這裡沒有那個 紙卷那個 其實 壓縮之後 跟我們現在用的刺紙一樣 這麼大塊 這個好就是 便宜 超便宜 於是 立即在那裏 超便宜 便宜 便宜 然後反而也想 不錯 它好像是7元多 說著10卷 這是在做特價 我就算給它十多元 十卷也好 都是值得的 我發覺 你不要以為很粗 抹臉你也是覺得沒問題的 大家知道沙姐敏感 你粗一點 沙姐的臉也頂著 我發覺有時新鼻涕 抹臉 都是油韌的 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用的 這一系列的子品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牌子 我覺得也是值得玩的 這個已經是定牌子 但比起香港也是便宜的 原因是香港的盒裝 我不知道為什麼盒裝比這個盒裝貴 因為盒裝有一個不好處 沙姐經常覺得如果它的盒子做得不夠漂亮 不是外形不夠漂亮 裡面的紙是不夠漂亮 你是有機會盒裡面有很多碎末的 我以前在公司 公司很流行提供一些面紙 這些盒裝面紙 我發覺我越滲越多鼻涕 越來越辛苦 我發覺盒裡面有很多紙碎 不是面紙的紙碎 是盒子的紙碎 所以令我鼻敏感越滲越厲害 如果是這個牌子 在超級市場四盒 四盒是說二十多元 不是好像三十多元 是二十多元 但這些四盒都是十多元 是值得玩很多 所以如果不像沙姐的皮膚那麼敏 簡直是可以買普通牌子 這些都是輕便宜的 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有些東西就不建議在上面買 第一 食物 因為食物除非在上面試過是好吃 你才可以買回來 如果你沒試過買來試一下 便不便宜買來試一下 我就不建議你這樣做 因為你想想 那一袋食物 內地很多時候都會比較大份 你沒試過買回來 然後又發覺難吃 那你怎樣呢 尤其是內地很流行 你買一送一 你都給一個價錢 難道你不要買第二包嗎 那你對著那兩包東西又怎樣呢 所以如果你沒試過 我真的不建議大家團這些 另外就算你團了 你在上面吃過好吃 也不代表你現在再吃好吃 因為味道不同 你在地方吃不同 如果可能在北方吃乾燥 吃辣東西吃什麼 你會覺得很好吃 但是來到這裡這麼濕的地方 可能一吃下去你就會發覺 好像不是那麼好吃 所以地方不同 味覺都會出現一些偏差 所以不建議大家 真的團 就是團 團食物下來 另外就是 洗頭水那些 除非 真的很便宜 又或者你是特別想要那一款 如果不是 同樣是日本牌子 同樣是什麼什麼 你在香港買 跟你運到下來 是差不多的 沒有什麼必要 當然 有個好處就是 你不用拿的 但是你也有個麻煩就是 你要等他 你不是傻姐這樣 你放在門口就可以了 我照上班 有很多都是要 自己收貨 因為你不能放在門口 我覺得這些就不太 雖然傻姐 這個是這麼說 傻姐雖然都團了 買了一支洗頭水 混下來的 但是問題是那個香港沒有得買 我想試一試中草藥的洗頭水 香港是少的 我發覺都是不錯的 內地的中草藥洗頭水 真是不錯的 起碼那股味就正老很多 好大股味的 真是有那種藥材味的 而且在內地中草藥這些洗頭水 都會便宜很多 亦都正宗很多 所以 當然是便宜了 好像 十幾二十元 這些中草洗頭水 十幾二十元 你團下來也是有傻的 你下來也是有傻的 還有你香港沒有得買的 所以 如果你說 我看到內地好像便宜一點 那 都是在香港有得買的牌子 我就不建議大家買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 都可以 其實不是說一定要北上消費的 但至少可以省點錢 其實有個想跟大家分享 現在還不時有人在罵 你們北上買菜 那些老人家怎樣怎樣 用我們兩元你還北上買菜 有另外一把聲音 他就說 老人家沒有錢 那算吧 所以 就要這樣省 但是 在莎姐眼中 這些人其實是 搞分化 假裝好人 因為其實大家要搞清楚 很多時候宣傳戰 或者是一些 認知戰 他都會假裝好人 因為如果你說 只是不停罵 那些老人家怎樣怎樣 然後 有些人都會覺得 老人家這麼慘 因為 實在有些人是愛心泛濫的 實在有些人是 很有愛心的 他們都會 吵 都會覺得 你這樣的 所以他就會有第二批人 叫第二梯隊的人 所以 說 老人家都可憐 所以正常的 但是 你們那些人想去北上就北上 你們吃完玩完就算了 幹嘛要買菜 下來 這些就是等於狼人殺 明明大家都是狼人 但是 就會殺了另外一個同伴 假裝正義的 等你去信他 其實莎姐覺得這些是一憂之樂 其實都是一樣 說你做什麼 想去消費 其實大家都目的是一樣 不過 他要扮好人 要可能博取大家的信任 那樣 我自己覺得 我北上消費 吃完 打完骨 我不可以買的 下來 即是 我只是不可以買送下來嗎 我可以買衣服下來 你基本上 你由始至終都是 你根本上是看誰 吵得很厲害 其實我買衣服下來 買睡衣下來 其實都是影響你生意的 看誰 應該這樣說 看誰能給這些 那樣 那便出聲做哪一飯 飲食業 的士司機那些兇的 那便幫忙做 做新聞 那我自己覺得 其實有什麼問題呢 即是我們 這些人 他都會去旅行 你去韓國去日本 喂 你問心 你去韓國日本 你只是去吃東西 去看風景去玩 你不買東西回來的 即是你不去 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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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買東西回來的 是嗎 一樣買東西回來的 那為什麼 喂 我的機票就給了 那我包了 我如果不買東西回來的話 就很愚蠢 我機票這麼貴 那你又不說 你為什麼要去日本 韓國買呀 你為什麼不留在香港消費呀 你那些韓國日本的東西 香港沒得買嗎 你不出聲吵它 一樣道理而已 那些去韓國日本買的 同樣香港有得買的 那些化妝品 那那些化妝品 那些化妝品 那些化妝品 你不說它為什麼不留在香港買 你去韓國日本玩就算了 你為什麼要買東西回來 你留在香港買 你敢不敢講 不敢 不敢 因為你只是針對內地 其實理論是一樣的 是不是?我沒有說錯是一樣的 如果你覺得在韓國、日本買東西回來是沒有問題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在內地吃完玩完買東西回來呢? 一樣道理,我車費就給了 我不買東西回來就很笨 問題是道理一樣 我為什麼要在韓國、日本買化妝品? 拿一頓死回來?便宜嘛 便宜很多 我現在這個理論也是 我為什麼要在深圳吃完玩完還要拿東西回來? 便宜嘛,便宜很多 這個才是個點 有時候我們 我覺得中國人是說得挺好的 不要有口壞人,沒有口說自己 同一個道理 這些就是學了西方 我就可以,你就不行 現在這個是一樣的 其他人在日本消費 去哪裏哪裏消費就可以 但一上內地就不行 其實道理全部都是一樣 有什麼問題? 你去日本、韓國不是更衰 連續N這麼多天不在 我都是那一天在內地消費 其他日子我都是香港消費的 那是不是香港沒有好東西? 不是 我因為我住青衣,我常常在長髮店裡 我長髮店裡在一足麵那邊 不是一足麵,是一足麵旁邊的那間店 就是那間買衣服的那間 它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我不時都會在那裏買 不過因為那些衣服有時候 比較老氣 所以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通常會買一些 T恤、紮身褲等等 那一天就看到它的風褲 很便宜 40元一件風褲 是40元一件 真的比淘寶 那我一下就買了三件 你不要以為三件是同一款 是不同款的 一個是蓋過塞的風褲 蓋過塞的風褲 全部的質料都可以滲下水 另外一隻就是蓋過屁股的 一隻就是短一點 到腰的 三款 都買了 40元 你問一問 你那些什麼B爐 G爐 那些 做不做到呢 我看過 那次我又一次覺得冷 上買一件風褲子 你老闆 你告訴我699一件風褲 減了價也要299 嘩 那件風褲子 嘩 透光的 大哥 連你都沒有 那件風褲子 連你都沒有 就是一塊 你問我它防不防水 我心想 那什麼什麼魚 都不知道能不能防不防 不要說有時候幾滴雨 直彈毛那隻魚都不知道能防不防 什麼 防什麼風 風褲子理論上是應該要防風的 我感覺上它是不防 它唯一所謂的防風就是避免你跟風有接觸 沒有正面的皮膚接觸 但是完全不防風 真的 吹得起 我頭髮都沒有吹起 它已經吹起了 所以 你問我們 為什麼要留在這裡消費呢 這麼貴怎麼買呢 還要衰到 那隻花 唯一的好處就是 那隻花 不是很深色 但是那隻花 是花過 內地那些什麼花花褲 還花過別人的內地花花褲 我真是想死 大媽都不穿 所以我覺得 怎麼消費呢 大隻 真的消費不了 那你40元件風褲子 它裡面有你 有袋 有拉鍊 我馬上買了三套 另外在長髮 有間市多的客 就是在街市 即是長髮一進去 又轉街市 走前一點 有間市多 它的飲品很便宜 因為大家知道 我不是太喜歡喝 沒有味道的 我經常會買一枝枝茶 上班的時候方便 因為 喝枝莊茶 第一 不是沒有味水 第二 就是 不會倒捨稅 因為你會領回那個蓋子 那你就不會倒捨稅 尤其是做事做得慌 你就算倒擠 你推倒了一枝茶 但因為它領著蓋子 也不會倒捨 所以我比較喜歡 它那裡也便宜 十元有三枝 有時十元三枝 大部份時間都有 每次都是不同的茶品 看看它做哪一枝特價 所有不時都在那裡賣 那些飲品都在那裡賣 還有它做的可樂是便宜的 可樂、雪碧這些罐裝飲品是便宜的 我們通常8罐的可樂 330ml 8罐可樂 通常都在做三十多元、四十元 很多時候都40元 圍起來5罐 有時三十多元就圍起來 四個多一罐 街寶那邊比較便宜 它就25元8罐 你25元8罐 830、24 即是三個多一罐 一罐 那 不要說你都不喝得可樂 它有無糖可樂 有隻白色的 加纖維的那隻便比較貴 一樣的 那這間我都忽時去那裡賣 有時我假期去長髮吃東西 那吃完東西就會托回一箱 不是一箱 是一匹的可樂 就托回上去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做到的 你問我們不利消費 是因為你還不肯把利潤降低 那你貴嘛 那我們就不消費 但是問題是你看一下 如果好像那兩間做到這麼便宜的話 我們依然會在這裡消費 所以我覺得有時不要只怪我們 你都要問一問 你是不是吃水太深呢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東西 拜拜